有存暴睡代表說 有一些人就算勃起了 他也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會暴睡可是下面會離很遠 就是上面暴睡 上面暴睡會離很遠這樣子 我現在不會了 我現在不會約暴睡 我現在只能約炮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 我現在非單身 我也不能約炮 再講一次 我說我現在不會了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約 我現在 我說 你為什麼結八 老公 幹嘛 我要寶寶 你聞 很香耶 不要 我要寶寶 幫你寶寶 寶我想睡覺了 為什麼要寶寶 寶我 好你過來啊 不可能再進食吧 沒有 沒有我是真的想睡覺 真的嗎 想睡覺就會想抱抱 你說報睡喔 對 你想報睡 還想打泡 不可以這樣吧 怎樣 所以你覺得想報睡 都只想打泡 起床 好個屁啊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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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講完之後我們就可以 亂講話了 反正 觀世音菩薩 先買贖罪券的意思嗎 對 先買贖罪券們 起來 你相信會有存報稅 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還是有啊 還是有存報稅啊 你不能說只有百分之一 然後就說沒有 存報稅的第一次 就是去他家 然後 然後 就是洗完澡 然後去他 反正去他家已經要洗吧 然後要讓 這個煙是 要灰處喔 要讓自己身上有 香香的味道 然後爆炊才會聞到香香的味道 那就不會只是純爆炊 那一定會勃起 就 你的味道好香喔 可是我剛剛說 能夠 有純爆炊代表說 有一些人 就算勃起了 他也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他可能一樣就是 那麼大悲關係不上 那麼大悲關係不上 就讓他硬著放在那 你說放在那 就是可能 一個掰開的地方 可能會抱著 可是下面會離很遠 就是上面爆炊 上面爆炊 就會離很遠 這樣子 我覺得那會還滿好笑的耶 你說上面爆炊 然後下飯 所以就會呈現這種奇怪的知識 對啊 這就是一種誠意啊 好啦 但我覺得還是一定會有存報的稅 就是 但可能比例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 畢竟聖人真的太少了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人 他純爆炊可能只是 單純孤單跟寂寞 想要有個人陪伴而已 我之前就這樣子啊 我之前那時候 剛跟第一任分手的時候 你知道初戀 等一下 你的爆炊跟有關係 就是分手之後很痛啊 然後還約他爆炊 當然不是約他的白癡喔 分手之後很痛還約他爆炊 然後上面很近 下面很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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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高雄我在台南讀書 然後 分手之後我就覺得說 我那碩大的租屋處 有點 夜晚有點空虛 因為我也是說碩大的表情 要有人幫 進去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是九點的節目 所以你再去 我覺得 但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找朋友約炮的人 蛤? 就是我不喜歡找不認識的 朋友很熟耶 這就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 就是我約朋友 或者是約熟悉的人 到我家跟我睡覺 單身的時候 那時候分手了 所以算單身了 那我那時候 那我那時候很簡單 我只是覺得 我需要有一個人陪我 我晚上我真的沒有辦法 自己一個人面對那個 空蕩蕩的房間 找媽媽聊天啊 聊天是一回事啊 你知道掛掉電話更可憐耶 為什麼? 掛掉電話你就說 啊好拜拜 然後掛掉電話就說 空間非常的慢 廢話那空間就我一個人啊 废話那空間就我一個人啊 废話那空間就我一個人啊 所以我才要約人來報睡啊 那你們報睡會聊天嗎? 當然就聊著聊著啊 然後一邊哭啊 你說可能爆睡的時候說 欸提安亞出新歌耶 然後就一邊聽這樣子 不會聊提安啦 那時候在 那時候在失戀 失戀就在聊那一任過程 這樣 你根本只是找一個人 來你家聽你哭而已啊 對然後就抱著睡覺 然後就好啊沒事沒事睡覺 等一下那個人的基礎 就是他一定要喜歡你嗎 我們只是圈內的朋友 我們都是彩虹的朋友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起反應 你也沒有起反應 你們是完全可以抱著緊緊的在一起 也被懷疑了 這個就是後話了 所以跟朋友有 我自己先懺悔 所以跟朋友有上床 你看 所以我說了啦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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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我是純暴睡喔 我剛剛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我是純暴睡 從頭到尾都說你是單身寂寞 對 應該這麼說我起心動念 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真的 因為覺得孤單寂寞 覺得冷冷 需要有一個人陪伴 那個當下是這樣子 那個是當下的起心動念 是這樣子 可是報睡晚又發生 但報完之後就BOKY了 報睡晚又發生關係之後 吃完BOKY之後啊 就不寂寞了嘛 但隔天早上醒來 一樣會 一樣很空耶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在聊我失業的故事 我們在聊報睡 我們在聊報睡 我的意思只是想知道說 報睡能不能解決寂寞跟孤單 我覺得可以解決當下的暫時的溫暖 天啊好適合寫成一首歌 然後我朋友發生一件很賤的事情 什麼事情 我覺得賤不賤的是 每個人自己判斷 他就在軟體上面約了 就是真的是要打砲的人 真的是要打砲 就已經講好要打砲 然後一見面 就對方就摳摳摳 一打開就 就 嗨 你有解讀我的意思嗎 不是自己的菜 對 或者是跟 想像的不太一樣 你好你好 然後就進來 然後大人就會覺得說 算了啦 就 但甚至是沒有辦法BOKY的時候 那就說 那我們來睡覺好了 抱著睡覺 享受一下彼此的身體的溫度 他跟我的說法就是 他覺得說 對方也很抱歉 是你朋友還是你 我朋友 我不會做這種沒禮貌的事情 因為你要約朋友 對 我很對於陌生人 我很沒有辦法 就是朋友或是學講或學弟 啊 沒有報稅 呃 是五月那個嗎 五月報稅的目的就是 打砲 那就不叫不是報稅 你就是只想打砲 因為單身的時候 然後也會想要約 我知道了 因為呢 講打砲太直接 就是啊 你好約嗎 有時候很多人被拒絕 我覺得就是大家對性這件事情 有一點 無名化 太過於好像把它想的 一定要如何如何 導致於說你明明就有欲望 可是你不敢講 又怕你講了之後 會不會讓別人怎麼看你 或什麼 所以你就說不就不就先說 我們約報稅 然後讓那個氣氛慢慢發 發笑 你就是 以報稅之名 行報稅之時 的那種男人 對不對 我不是 你是 我是以報稅之名 行約泡之時 我沒有行報稅之時 喔對 對 不管就是約泡了 有這種就是 搖滾給誰旅行 想要約泡 然後那邊說 喔我們想報稅 好啦好啦好啦 等一下 你剛剛想報稅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真是 太開心囉 高中的時候畢業旅行 會想要跟喜歡的人 同一組 然後就會 同一訪 對 然後就會趁那個 大家都會 高中嘛 畢業旅行 因為偷買酒 為什麼 然後就會趁喝酒完之後 就會 然後就會 藉酒裝瘋 然後就會偷偷抱對方 他對方有抱你嗎 對方就 呃 感覺是義男的 機率比較大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些義男就是 你抱他的時候他不太會 他可能就會說 帥了朋友 啊喝醉OK啦 嗯 好天啊你真的是 一直都是要幾個小禮捏 你就是想吃 然後想先用各種辦法 我現在不會了 我現在不會約泡水 我現在只能約泡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非單身為不能約泡 在想吃 我說我現在不會了 我現在也 也沒有辦法約 我現在 你為什麼結發 講清楚 我說我現在不會了 難道我們這六年 就要斷在這邊了嗎 我現在 直接七年養下去 我說我不會了 我現在能夠約泡 跟約泡水的對象 只有你 嗯 什麼 你那個屁啊 你那個屁啊 我好好講出口 你在那邊有什麼不信邪的表情 很有求生欲嗎 為什麼你就沒有嗎 沒有什麼 求生欲 我可以每天打手槍啊 我也可以 你不行你硬不起來 你都不會沉破 不會啊 很久沒有了 你沒發現了 為什麼 你的朱莉 可能不在我身上 我現在還給你 好啦 有啦 有啦 因為有一些人 他確實我覺得他單純是 只是 孤單 寂寞 然後 可是那是當下 對 需要有一個人陪伴他 對 然後我覺得有的時候 能夠削減那個寂寞的 的那個對象啊 陌生人反而比較容易 因為陌生人 他跟你不熟悉 你們可能一個夜晚 報完了 就可以撇得乾乾淨淨 不會再有後續的 聯繫 嗯嗯 我覺得有點累了 睡覺吧 結束的一個太突然 回想 好 到底有沒有存報稅 個人覺得是有的 我也覺得是有 然後我覺得 存報稅 跟不管你是要報稅 還是要月炮 都是兩個人的事情而已 嗯 其實沒有人能夠去干涉你們 或是對你們評投論足 但是這個前提是 你們兩個人開始 你們兩個人結束 你們不會再傷害到 或是影響到第三者 嗯哼 對對對 那我覺得 如果說報稅這件事情 他能夠在這個夜晚 你需要孤單排擠的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出來陪伴你 度過你那個夜晚的當下 跟你一點力量 然後你往前走的話 我覺得沒有人有資格 對你的這個選擇 做出任何的評價或什麼 因為那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嗯 那存報稅也好 或是報到後來 就是吃了Pokey 我覺得都OK 反正 只要你沒有傷害到別人 你都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的 那萬年好在講話 那萬年好在講話 我不想管了 屁 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的我們床上聊 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怎麼可能只有存報稅 那上面是我們兩個想法 如果呢 你們有任何想要留言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你對於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如果你想要聽我們聊 各種不同的話題呢 也歡迎留言 或者私訊我們 讓我們知道 那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可以浮到YoutubeFB跟IG 然後最終LINEAPP官方帳號 那我們常常聊 下次再來聊 晚安 晚安囉 我想要抱抱 哈哈哈哈